为了复仇 我爹一直把我当成是复仇的工具 他逼着我吃断情丹 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 也不容许我有自己的情感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是靠着仇恨 来支撑着自己活下去 可是如今 如今这一切竟然是一个骗局 你让我 今后该怎么走下去 还有我娘 她答应过我 会陪在我身边的 可是她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我 本来 我以为这次 我终于可以 不用再这么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你不孤单 前辈一定还会在某个地方守护着你 我不要她躲在暗处 我希望她可以堂堂正正地陪在我身边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只要有机会 她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图梅这一走 我爹肯定会收到消息攻上山来 定义 你们该走了 要走我们一起走 不行 我还有些事情 需要和我爹说 不行 他上次强行带你回阴风谷 差点伤害了你 天知道他这次还会对你做什么 我带你走 我不会让他伤害你 定义 我逃逆了 也躲烦了 有些事情是逃不掉的 有些人是你躲不过的 问题就在那里 我必须要学会自己去面对 我答应过你 一起生一起死 我们谁也不会死 不要再轻易说这个字 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 等我们各自了却了心愿 终会比肩同行 我们可以走 我们来回家 李宗盛 连聪明 你什么事 怎么办 你一人 又是守护 听话 跟一人 闪復 那 你 你 你 我 你真的就是紫影剑的剑林 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只是因为我比幽冥剑难看 你们就认为我是坏人是吗 这是目光短浅 当年凡人就是被幽冥剑的外表所迷惑 才会被他的剑气所伤 想不到过了百年了 竟然一点长进都没有 我等以貌取人 才会被幽冥剑所骗 多谢前辈教导 参见主人 前辈为何喊我主人啊 因为你是他的主人 这个是小张的东西 这府内的阵法是一道禁制 只会保护佩戴者一人 里面缝制的是一枚灵药 立袍驻忧明剑脱困 我被赶出剑窟 几乎灰飞烟灭 幸亏得到了这枚灵药 我的伤口才得以痊愈 所以小张把他送给师姐 是希望他能够在危难的时候保护你 既然幽冥剑已经被几位消灭 我没有再镇守这里的必要了 我不喜欢欠人情 既然你是灵符的主人 我愿意代替此福 保护你一生一世 想不到促使子引剑归顺的原因 竟然是小张对师姐的一番心意 这毕竟是小张帮助你的一片心意 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留着吧 那这幽冥剑该怎么办呢 这把剑虽然已经失灵了 但邪气太重 还是带回蜀山封印起来比较妥当 参见宗主 副宗主回来没有 还没消息吗 启禀宗主 副宗主他失踪了 那丁尹呢 他也失踪了 我们几个监视他的兄弟翻遍了山顶 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爹 停手吧 是 全都退下 是 看样子无鬼果然是信不过 他最后 他终究还是把你给放了 他终究还是把你给放了 爹 请您放过殿尹 就算是成全女儿 我上官紧我的女儿 不该是那种为了男人就寻死密活的女人 看样子我没把你教好 你没学会冷血跟绝情 您就是为了教我这些 所以才一直向我隐瞒 是 娘还活着的事实吗 我在监视里都看到了一切 爹 这么多年以来 娘一直流落在外 但是她心里一直都记挂着您 可是您为什么始终都不愿意见她 为什么要跟土妹在一起 别拿土妹跟你娘相提并论 那我呢 您把我当成女儿过吗 您为什么一直告诉我娘已经死了 为什么一直在骗我 这二十四年来 您在我耳边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复仇 可是 您到底是在骗我 还是在骗您自己 别再说了 你娘对我而言 确实算是死了 爹 您知道娘这些年都在做些什么吗 她在四处救人 就是为了弥补你犯的错造的孽 可是你在做什么 你在辜负她 你在杀人 放肆 你以为我这么多年不想你娘吗 你知道两个人活在这世上 连净阁面说句话都是妄想是什么感觉 我这样活着 跟死又有什么不同 嗯 爹 玉儿的命是您给的 就算您杀了玉儿 玉儿也绝无怨言 玉儿 只是不希望爹 越陷越深 玉儿 只是希望 您能够跟娘团聚 有很多事情 爹不告诉你 都是为了你好 有些事情你知道了 只怕会比现在更痛苦 爹答应你 早晚有一天 一定会让你跟你娘团聚的 回去吧 我不走 耽误了这么久 我们得快一点啊 嗯 是啊 大师兄 您怎么办 死了 爹您怎么了 您怎么受伤了 不是我 是丁义 清云 帮忙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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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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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大哥 清云 你去哪儿 我要去找丁大哥 不行 你现在不能去 为什么不行 他在等我们 他一定还没有死 我要去找他 清云 你听我说 魔宗的人马上就要来了 绝对不能让神经 露入他们的手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们现在回树山 一切从长计议 好不好 那丁大哥怎么办 放心吧 丁因体内有痴魂时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哦 快走 走啊 丁因 为什么 那娘只是用心两苦 当初她为了救丁因 趁我受伤的时候 在我跟丁因身上 下了溶血之阵 将我跟她的血脉 连在一起 只要丁因受了伤 就会同等对应到我身上 丁因若死了 我也会死 恐怕你真正想救的 是那个丁因吧 女儿的确放不下丁因 但也同样割舍不下爹 玉儿从小就没有娘亲 是爹您一手把我养大 教我武功 这条兵破寒冰 也是爹亲手送给我的 你生我养我 对我就是最大的恩情 无论您如何待我 您在女儿的心里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人 绝不会变 好 爹曾经答应过你娘 要好好地照顾你 可是爹派你去做的那些事 真的是迫不得已 爹 这么多年 爹对不起你 爹 这么多年 您一直对女儿冷面冷心 可是女儿心里知道 您貌似无奇 其实却是最稚情 女儿心里也明白 作为儿女 为爹娘尽心尽笑 也是无可厚非 您让玉儿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出于您对娘的爱 还有执念 所以爹 您应该最理解女儿的心思 女儿所求的 只是和心爱之人相守 你果然还是要去找丁颖 爹 您告诉我 既然娘没有死 您为什么一定要去丁颖身上的赤魂石 我不能告诉你 就算今天你娘在 她也不会告诉你 你就真的这么信不过你爹的话吗 爹 您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实话 从小到大 我一直生活在谎言里 太累了 女儿只是想求一个明白 只想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 根本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如果爹不说 那女儿也没有什么办法 不过既然娘还活着 那爹应该不需要吃魂石了吧 等我九爹已回来 就去找娘 劝她回来 从小到大 女儿只是想尝一尝 一家团圆的滋味 看爹好自为之 别坏了女儿最后的一点念想 好 如若不然 今天的三叩首 就是女儿对爹 最后的情分 苏衣 我所做的一切 为何谁都不明白了 你不理解我 诸葛与我背叛吗 如今连玉儿也离我而去 我何尝不希望能够一家团聚 可是你让我如何告诉玉儿 她所渴望的两全根本就是幻象 你让我怎么逼她 在你和丁颖之间 娘亲和爱人之间 做一个两难的选择 既然如此 我为 性命令人 这幻象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在我死之前 如果能再见到你 该有多好 丁尹 终于找到你了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是不是快死了 这是不是我的幻觉 不是幻觉 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丁尹 丁尹 我带你走 丁尹 坚持住 我 儿子 云 丁颖 算了 不要再耗费你的真气 不 不会的 丁颖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我之前被图霸强行洗去吃完事 又被丹臣子做伤 我知道我丁颖的吃完事 已经开始犯事 我抵仗不住了 我许这就是我偷不过的命运 你不可以死 你答应过我的 你的命是我的 如果你敢死的话 我与武夕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再好好想想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血影刀 是我蜀山的前辈 为压制吃魂时 而专门打造的 也只有拥有赤魂时之人 才能够使用它 只可惜 在当年乱世的时候丢失了 如果你找到血影刀 对你炼化赤魂时 也是大的帮助 血影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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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州 没想到 我 甚至是 有赤魂时之人 通则不通 不行 不通则痛 一定要血影刀 来疏通我体内的语计 只是可能已经来不及 找到她了 我知道血影刀在哪儿 我带你回迎风谷 玉儿 你跟你爹已经闹翻了 好不容易再逃出来 你不能回去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 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治好你的伤 陪我好好地活下去 宗主 属下无能 丁尹 丁尹被大小姐救走了 什么 属下无能 属下无能 求宗主饶命 属下无能 求宗主饶命 属下无能 求宗主饶命 属下无能 属下无能 滚 是 副宗主 参见副宗主 你现在才回来 既然计划已经失败 被丁尹看出破绽 你为什么不回来禀报 先下去养伤吧 后面的事情 我会自己解决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现在不是时候 不要逃避我 必须是现在 你只要给我一个答案 那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烦你 你还顶着这张脸干什么 我化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心里还是惦记着你 前辈是有心事吗 这些年 我一直都陪在他的身边 我本以为 只要我拼命地对他好 就能弥补他心中的缺乏 可是好像不是这样 你看着这个样子的我 心里到底在想谁 你知道 他最深情的一次看我 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让我已容成你的样子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他用这种眼神看我 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 在他的心里是有我的 现在我才知道 他看的根本就不是我 锦我 为什么这次 你特意让我假扮成这个女人 你跟他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说过了 他对电影有恩 这一切都是为了引电影入局 那为什么玉无心会喊他娘 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么多过去的事情 为什么他的名字不是束手依仙 而是素依 就是你的师妹 和心上人 那个二十四年前就死了的素依 我无话可说 我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上官锦武 你是不是能够给我一个解释 你流落天欲被我救起的时候 你说 素依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他现在还活在世上 你不知道他还活着是不是 他骗我的 你一直珍惜在我身边对不对 你只要点个头 我就相信你 我会忘记今天的一切 魏天宇跟你重新开始 我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 我不可能会去 你说的没错 苏英没死 她确实一直还都活着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我早就死在涂疤的蘑菇外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她说的都是真的 她说的都是真的 那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一直只有她 是 那我救你之后 你为什么不立刻滚 为什么还要缠着我 为什么还在我身边 让我觉得有机会得到你 因为我需要你 需要我 需要我 还是需要天宇的势力 又或者说 你利用我 根本就是为了那个苏英 土妹 说实话 为了苏英 我必须要拿到赤魂石 可是我一个人是等礼包 我必须要有人扶持我 才能够重回中原 你一切都是为了那个苏英 那我算什么 那我这二十四年来 为你尽心尽力 又算什么 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 这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 啊 哈哈 没错 是我一厢情愿 二十四年前 你明明已经欺骗过我一次 后来在天狱 又遇到了你 我却愿意赌上一切 再相信你一次 我以为 没了俗盈 你的身边 就只有我一个女人 我为你扶植势力 建立神宗 陪你穿过封印 回到中原 我以为 只要再多一点时间 再为你多做一点 总有一天 我会融化你的心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你的心 根本就是千年寒冰所做 事到如今你知道了一切 如果你要回到天狱寻找土霸 我绝不会拦你 听我 为了你 我已经背叛了大哥 我还有什么脸 要回去找他 当初 他提醒过我 不要相信你 你们这种人 只会玩弄人心 我早就应该听他的 不应该相信你 我早就应该 杀了你 你疯了吗 你根本赢不了我 你根本赢不了我 杀了你一辈子 守了你一辈子 等了你一辈子 你却骗了我一辈子 我不要和其他的女人 分享你 如果我得不到你 我宁可不要 我宁可不要 真的是 我宁可是 我宁可是不是 我宁可艾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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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